各位早晨,早會開始了 昨天是美國的Cyber Monday 網上銷售有望達到記錄高位 127億美金 按連升雙位數字 零售銷售也不差 但始終要留意疫情的情況繼續嚴重 跟說過一樣,投資者趁高獲利 所以見到昨天,美國方面也出現回套 道指方面跌了271,29638 S&P跌了16點,3621 至於納指方面,微跌7點 12,198 看到場外期貨行指顯示 今天低開就不太多了 20-30點左右 始終昨天港股也跌了500多點 所以已經下跌了 預計是26,300 26,400 就是這個水平 好,這裏 這裏就是今天的 agenda 會說一下北水情況 技術的走勢 行指走勢 技術突破和消息 北水方面,昨天只流入50億 最主要是流入一些舊經濟股份 一些金融股份 公行流入資金13.8億也比較多 建行10億 平保3.8億 至於匯豐方面也有3.9億的錢流入 小米是接近3月前的 至於流走方面 美團 昨天流走資金5.5億 稍後也會說一下業績 700騰訊 昨天流走資金2.9億 中芯 981 昨天流走資金1.5億 吉利和比亞迪 分別流走資金3.6億和1.6億 這裏就是行指走勢圖的情況 其實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我們從14RSI去看的話 其實到70流上每一次都會有回覆 而這次的情況 都累近 黃色線顯示阻力位 去到什麼位置會有支持呢? 這裏也有一條黃線短期的水平 我們就預計 去到26,000點 就會有一個支持位 因為其實由10月到現時來說 恆指有一個上升 形成了一個上升軌 所以是26,000點的水平 我們預計在近20天線 就會有一個初步支持位 其他一些技術突破 這個新的環節 會跟大家重溫之前說過的公司 也會加上一兩間公司 會不會有些技術的向上突破 或者向下突破 也會跟大家說 這就是688 中國海外發展 其實之前也有說過阻力位 大概是19.2 其實也到了目標價 第二間公司想說 就是小米 之前也有說 其實短期來說 壓力其實 在技術方面也有 因為這裏有兩個圈 分別就是由9月到現時 其實看到小米的股價 就不停地向上 但是14日RSI 就向下 RSI背持 向下背持 形態上不是那麼好 所以 有理由相信從技術去看的話 它有機會去 起50天線 所以 技術層面 它有機會回到23元 另外一間公司 其實近期都是焦點之一 就是一些中資金融股份 今天就跟大家說說工商 工商銀行的股價 其實這裏有兩個箭咀 這也是 10月到現時來說 其實集團由4元起步 昨天上升5元 你看到有個上升趨勢 這裏也有個和式箭咀看著 但是你看到RSI 其實它是有一個向下的 當股價不停向上 其實它開始 低於一浪 我們也是叫做RSI背持 昨天也是 高位 也有個很明顯的回転 所以 有可能相信它這次的升浪 也未必能夠維持 在250天線 其實它的阻力會很大 所以預計工行 其實5元這些水平的壓力會比較大 短期來說有機會去到4.6元的水平 這裏是另一個在醞釀技術突破的公司 就是中國聯通 762 其實股價不停向下 始終大家比較擔心 美國會不會對相關的 一些中資的電訊公司會有制裁 其實之前也導致股價 從8月的高位回落 但是到了這些水平 大家可以留意 14個RSI 其實已經到了30多的水平 其實也是近期的一些低位 每次到了這些水平的時候 我們參考 6、7、8月 到了14個RSI 30多 其實它也有一個上升 第二就是它也補了一個裂口 所以 有理由相信它慢慢找到支持 阻力比較明顯 250天線 5個半這些水平 個別消息 個別企業的消息 今天就是 招股的公司 新股消息 泡泡馬特 Stocko 9992 一些發行資料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招股價 一手的水平 今天開始招股到星期五 11號掛牌 然後保證人的資料 就在 要留意一下 其實這次 A組 A組 大概 3.8萬左右 3.8萬左右 而B組頭 其實相差幾遠 是700 幾萬 所以其實有理由相信集團 其實可能是 想 多加一些貨給一些大戶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情況 好,那集團做什麼呢? 潮流換品的品牌 其實就是這些盲盒 大家 在左手面也能看到 大家看到這些盒的時候 都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抹開了才知道 這些就是 他們會 代理的 品牌 這些 手掌公仔 大概十多星期左右 這些 無論是Harry Potter 或者是Frozen 其實它也有份 去做的 這些是自己的品牌 其實它也有些產品 介紹有不同的 特色 有不同的名字 例如這些盲盒 剛才說了 手掌公仔原來超過10cm 這些公仔 有些叫做BJD CM原來高一點 這裡也有一個範圍 他們銷售的價格是多少 以及一些衍生出來的產品 例如一些小屋 一些盲子夾等等 也有很多 這個其實是它自己的 自己製造 自己的品牌 就是Molly 集團其實有很多 它有很多不同的銷售渠道 例如它有線上e-commerce 線下渠道包括一些零售店 今年上半年就麻煩一點 因為始終內地的疫情 所以令到它今年銷售 或者銅點銷售的增長 就是放慢了 集團也會透過一些粉絲群 或者是一些會員計劃 去 強化一些會員的 負責 集團其實現階段 地理收益方面 中國是佔最多的 佔了197 好,這些就是其他個別消息 市值方面 如果看招股書的話 其實就是435億 至532億 這個其實就是市場 其他行業的預測 所以如果看招股書 跟市場預測的市值差不多 明年的市盈 大概30-40倍左右 如果計算歷史市盈率 即歷史的PE的話 去年的PE 其實是超過100倍的 所以預計增長比較大 現在增長比較大有幾大原因 剛才說的 相關的盲盒 或者手掌公仔的話 其實本身的增長其實挺大 第二,集團 在內地 潮流玩具零售 市佔率方面 其實市場份額是8.5 其實排名也是第一 以2019年去計算的話 集團在一個 行業增長這麼快來說 其實它本身的收入 以及 淨利潤方面 大家都看到 這就是17-19年收入 以及淨利潤的情況 其實也是有倍性的情況 收入看到 3年前 其實是1億左右 去年也去到16億 收入方面也是 所以看到也是一個高增長的公司 所以 如果 策略建議方面的話 我相信 也會有一個 內地的投資者的反應也會大 因為大家對這個品牌也認識 以及 剛才也說了 內地的收入其實是九成多 所以內地的知名度 我相信它也比較多 大家都可以作為一個研究 至於 策略方面 如果大家真的 把錢放在JD 或者手頭現金不多 可能 就可以用一個現金去抽 至於大家說 想多多貨 或者情況 如果真的手頭上現金多的話 可能 B組頭的勝算會大一點 因為剛才也說了 A組尾和B組頭 它這次相差了很遠 集團有機會 其實想多多貨給B組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對名字有興趣 或者手頭現金多的話 可以排在B組 這個情況 好,這裡就是個別的行業消息 這裡就是提及防疫措施 昨天新增情況 以及相關政府公佈的防疫措施 例如限聚令 公務員開始在家工作 有些設施將會關閉等等 所以其實一些收租股份 相信股價表現 短線來說 都容易會受壓 大家也會留意 好,這裡還有其他更新 例如 京東健康 昨天為止 昨天6點為止 看到自己出的額 其實已經停了 認救了 超過100倍 還在招股的和薄醫藥 2142 昨天所有招股 孖子儀的情況就是小倍 略略介紹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 或者其他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B股 一些未有盈利的 生物科技股份 其實他這次集資金額 首先不多 大概是17億左右 如果公開發售一成的話 公開發售 集資金 其實是少於 2億 而且 市值偏低 市值來說 就算用上限定價也好 其實也少於100億 因為如果看香港上市的 B股的話 其實普遍 都是100億 所以其實它的價值相對 其實是便宜一點 這個也是中國賣點 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用現金去抽 因為 其實近期如果參考生物科技股份 的表現一般的話 我相信 它的反應未必那麼明顯 所以 用現金抽 其實已經可以了 最後講到美團 其實就收入方面 或者是整個第三季的收入 其實都是比預期好 昨天跌了這麼多 可能大家對股價表現 開始就想著 不算是很理想 但是 既然收入和 純利潤方面 都比預期好 相信股價 慢慢就會去一些 高一點的水平 所以就相信 昨天就穿了300元 其實相信今天應該 爬回300元 樓上的機會 比較大 如果持貨的 投資者 其實都建議 在一個好的業績下 可以繼續持有 目標價 其實 積集團的股價 也有機會去 11月初 那時候的高位 好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以上提交的公司 有建行和吉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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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